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起读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工作的意义 我想先问一个小问题,你为什么要工作? 如果你暂时没有工作也不要紧 你肯定在过去有过或者在将来会有工作 但你想过没有,自己究竟为啥要工作? 你可能会说,很简单啊,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养家 为了买车买房,周游世界 当然,你也可能会说,工作是为了获得一种价值感和成就感 为了实现某个人生理想 没错,正是因为各种物质和精神的追求 我们把人生中最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工作这件事情上 为工作而奔波、劳碌、烦恼、焦虑 甚至极端情况下还有人因工作猝死或自杀 在现代社会,只要你是个成年人 似乎就必须得有一份工作 否则就会被指责为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被人瞧不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工作上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真的是一件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吗? 在19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就曾幻想 未来所有必要却令人不悦的工作都将由机器完成 1930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做出过类似的预测 他认为,到21世纪初 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能把我们带到一片经济乐土 那时候,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很容易被满足 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不会超过15个小时 今天,我们的科技成就和经济效率 早就远远超出王尔德和凯恩斯当年的想象 但是,为什么经济和技术进步 没能让人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 反而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呢? 许多人一边自嘲涉处内卷 一边还是自觉地为工作加班加点 如果说大多数人是迫于生计的话 那么,很多身家亿万的企业家 早就有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但他们工作起来甚至比员工更拼命 比如乔布斯和马斯克都是有名的工作狂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本工作的意义 就试图为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作者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对工作的很多流行看法 都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制人在地球上至少生活了30万年 在这30万年当中 95%以上的时间 人类都是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 在原始部落 人们根本没有工作的概念 他们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 就能解决温饱问题 剩下的时间都用于休闲娱乐 后来进入农业社会 人逐渐被土地和农作物所捆绑 不得不投入更长的时间用于劳作 再后来进入工业社会 人进一步被异化成工具人 越来越离不开工作 并由此产生了很多关于工作的新观念 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对工作 自身价值的认知 发展到今天 我们就成了被这些观念驱动的拼命三郎 可见 当下我们感知的所谓工作的意义 并非自古如此 而是人类文明经过漫长演化的结果 和特定时期的产物 只有搞懂了这个演化过程 我们才能看清工作的本质 才能明白每天忙忙碌碌 究竟所为何事 能探讨这样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命题的 定非等闲之辈 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 苏兹曼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 现任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 他出生于南非 后来在英国取得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 他用30年时间深入非洲南部 在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部落之一 不需慢人的部落进行研究考察 在那里 作者看到原始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当地原住民在生活方式 思想观念 社会结构等方面 与现代人存在巨大差异 这启发了作者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 他结合人类学 考古学 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 写出了这部精彩的著作 万维刚老师在推荐这本书时说 这本书蕴含了大智慧 会引导你重新思考生活与工作 成为忙碌的恰到好处的幸福的人 今天的音频 我会按照时间线索 分原始社会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三个阶段 来解读这本书 为你描绘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工作简史 第一部分 好 我们先来看看原始社会人类与工作的关系 前面提到 在原始部落 人的头脑里并没有工作这个概念 但是 他们肯定还是需要劳动 比如 狩猎 采集 捕鱼 建造等等 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 今天说起原始社会 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生产力落后 会觉得他们肯定经常要忍肌挨饿 但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告诉我们 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原始社会的人不仅能吃饱 而且吃得很好 能做到营养均衡 因为他们吃的东西种类繁多 食物来源广泛 书里说 他们的身体素质 甚至要比后来农业时代早期的人更好 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作者结合了自己在非洲原始部落的考察经历 以及众多人类学同行在世界其他原始部落的观察记录 做了详细的论证 比如 作者深入考察过的不需慢人部落 那里地处偏僻的荒漠草原 气候干旱 生存环境恶劣 原住民仍然过着延续了数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 不过 他们每周只需要劳作15到17个小时 就能养活自己 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用于休闲娱乐 凯恩斯所说的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 在当地根本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自古以来的事实 为什么生产力落后的原始部落反而能做到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欲望 书中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的一句话 欲望很容易得到满足 要么增加生产 要么减少欲望 显然 不需慢人选择的是减少欲望 他们不经常储存食物 不关心财富的积累和地位的提升 而是过着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生活 几乎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 他们不像现代人一样被无限的欲望所诅咒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他们控制自己的欲望 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通过群体协作每个个体只需要付出很少的劳动 就能得到基本的物质保障和满足 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问 不需慢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会不会是特例呢 还真不是 作者举了很多其他原始部落的例子 比如 东非大列谷的哈扎比部落 澳大利亚阿姆地的雍谷族 印度热带森林中的纳雅卡人 马来西亚的巴泰克人等等 都是如此 人类学家到这些地方考察 发现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 主要有两大特点 第一 是他们很少储存食物 吃的食物都是当天或者近两天弄到的 他们外出狩猎采集 从不贪多 为什么呢 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储存手段有限 食物很容易腐烂变质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源于他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 他们把自己视为大自然的儿女 相信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是慷慨的 未来肯定会继续赐予他们食物 在一部关于不需慢人的纪录片里 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 猎人们射中了一头野鹿 但他们不是把整头鹿都带回家 而是用刀子把鹿肉割开 只带走部落成员需要的量 剩余的部分留给狮子或者其他动物吃 这是他们与大自然的相处方式 原始部落的第二个特点 是实行极端的平等主义 所有的食物和物品都是按需共享 只要是部落成员 谁需要 谁就可以多拿一点 书中谈到 有人类学家到一个原始部落考察 和当地人同吃同住 原住民往往会不见外地 向这位外来者索要食物 肥皂 衣服 药物 锅碗瓢盆等物品 而且 他们拿走之后 从来不表示感谢 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感恩之心 也不是他们在占外人的便宜 而是因为 他们遵循的社会文化 就是所有物品按需共享 不分彼此 而且 这样的部落内部没有等级 没有统治者 也没有正式的法律和制度 大家不能容忍成员之间 存在任何显著的财富差异 在不需慢人的部落 为了防止一些人 拥有过高的声望地位 其他人甚至会故意嘲讽那些 为部落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比如 某人打来了猎物 其他人不会为此表示感激 让他得意忘形 反而会嘲笑他的猎物太瘦了 都不够大家分的 这样的嘲讽 是为了让那个人 不会获得与众不同的地位 或超额的资源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文化呢 作者认为 这是出于极度和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极度情绪确保了每个个体 都能在资源分配中获得平等的份额 而个体则会基于平等意识 来调节自己的欲望 可见 原始部落之所以会出现平等主义 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然道德高尚 慷慨无私 而是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下 为了自身利益 长期群体博弈实现平衡之后 固化下来的一种社会模式 平等主义的好处显而易减 既保障了公平 让群体关系稳定和谐 也让所有人都免于被奴役 不过 书里也讲到一些不平等的反例 比如 考古学家在俄罗斯 发现了几座三万多年前的坟墓 坟墓里 有大量用猛马像和狐狸牙齿 做成的陪葬品 在当时的条件下 制作这些陪葬品 可能需要耗费近一万个小时的工作量 有人据此推测 墓葬里的人拥有类似贵族的地位 说明当时的社群内部存在不平等 尽管有反例存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说 大多数原始部落奉行平等 互助 公有的体制 从根本来说 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孔子说 不换管换不均 在一个崇尚平等的社会 每个人的财富和地位都差不多 也就没有必要 为了利益或荣耀拼死拼活的工作 而是可以充分享受闲暇 说起闲暇 在我们的印象里 它好像是与工作相对的一个词 似乎闲暇不创造任何价值 但其实不是 作者说 闲暇时间的大量出现 是在人类掌握使用火的技术以后 火不仅可以取暖 可以烹饪 还可以防御猛兽的攻击 经过烹饪的食物更容易消化 从而减少了人体内的能量损耗 进而减少了人类花在获取食物方面的时间 让人有了更多的闲暇 漫长而无聊的闲暇时间 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 好奇心和探索欲 让人类从非洲大陆迁徙到世界各地 并一步步发展出语言、文化、艺术和制造工具的能力 人类文明的序幕也由此开启 第二部分 好 说完原始社会 接下来 咱们进入农业社会 作者说 从一万多年前开始 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至少11个不同的地方 一些互不相关的种群 包括咱们长江、黄河流域的居民 开始种植农作物 并饲养各种各样的家畜 人类逐渐进入农业社会 不用说 你应该也能猜到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 人类的工作时间大幅延长了 而且劳动强度也显著增加 在原始社会 不管是狩猎 还是采集 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及时获得 而且不需要付出太多劳动时长 而在农耕时代 从播种到收获至少要几个月 期间需要不停地除草 施肥 浇水 看护 付出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 如果赶上自然灾害或者动物侵袭 农业的回报还很难有保障 既然农业有这么多劣势 那么 人类为什么还要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 进入农业社会呢 作者说 他的原因至今是一个谜 背后的驱动因素可能包括气候 环境 文化和人口等 比如书里提到 一万八千年前地球开始变暖 温暖的气候就是农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而美国考古学会前会长罗伯特 凯利 在他的第五次开始一书中则提出 促使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根本驱动力 是人口增长带来的竞争压力 他说 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的几万年里 人类逐渐从非洲散步到全世界 后来 人口越来越多 人们发现 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其他人 而贸然进入别人的领地 是有很高风险的 所以 选择定居就成为一个最合理的选择 但问题是 一旦定居下来 当地的猎物和可供采集的果实迟早会被消耗完 这就意味着原来的狩猎 采集生活无法继续维持 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之下 农耕就成为一种更好的选择 这本第五次开始 咱们听书栏目也有解读 你可以找来听听 不过 这本工作的意义重点 不是想探讨社会转型的动力问题 而是想讨论这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且不可逆的影响 作者说 与之前或之后的任何转型相比 人类向农业的转型都更具变革性 因为农业革命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 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在作者看来 我们今天对工作的很多基本认知 其实都是农业时代以来的产物 那么 农业时代的到来 到底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 农业改变了人体验和理解时间的方式 相比于狩猎采集 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是人类不再追求及时回报 而是愿意接受一种延迟的回报 前面提到 狩猎采集者很少有储存食物的习惯 他们只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或者不远的将来 但在农业社会 农业生产者需要兼顾过去 现在和未来 需要不断总结过去的经验 来决定什么时候离地 挖沟 什么时候播种 除草 修剪 灌溉 只有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办事 未来才可能有好的收成 同时 因为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 人们比狩猎采集时更有可能遭遇严重的饥荒 所以 他们需要考虑得更长远 需要囤积粮食 还要为来年储备种子 续养动物也是一样 比如 一头母牛配种以后 多久以后可以生出小牛毒 多久之内母牛会产奶 多久之后 牛群可以扩大到怎样的规模 这些都是需要计算的 用作者的话说 农场上的几乎每一项任务 都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 实现未来的目标或管理未来的风险 因为收益和风险同时存在 所以 农民不得不说服自己 只要再努力一点 情况就会变得更好 事实也确实如此 愿意在土地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人 他们的收成往往比别人更好 农业社会带来的第二个改变 是对空间的改造 在原始社会 人的迁徙频繁 因而不会耗费太多时间 去建造牢固的住所 但是 农业生产者过着定居生活 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就是要建造一个安全 舒适 稳定的生存环境 我们可以把农业社会的空间 一分为二 一个是人工创造的空间 比如农社 庭院 粮仓 触棚 村庄 田园 牧场等等 在这以外的是自然空间 那些地方超出他们的直接控制范围 这两个空间可能没有明显的界限 也可能会用栅栏 墙壁 门 路 或者沟渠隔开 但问题是 人工创造的这个空间 需要持续不断地维护 比如 庭院和田地 如果不及时打理的话 很快就会长满杂草 农社和粮仓 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维护 很快就会老旧坍塌 或者变成老鼠窝 而那些被驯化的牛羊 如果没有及时看护好 很可能就成为狼和老虎的美食 所以 在农业社会 人们为了建造和维护自己的家园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种劳动力的投入程度 是前所未有的 你看 农民投入劳动 换来了粮食 也换来了舒适稳定的住所 这是他们与环境的一种交易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 那就是人际关系 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作者是这样分析的 在狩猎采集时代 人们认为所有的食物 都是大自然无条件分享给自己的 因而 他们也愿意与别人无条件的按需共享 过着一种平等主义的生活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 无论是食物 还是生活的环境 都需要靠自己亲手创造出来 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才拥有了这一切 所以 自然环境和人的关系 不再是无偿提供和按需索取的关系 而是变成了人用劳动换取回报 于是 人对自然环境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改变 他们很自然地也把这种理解扩展到人际关系当中 所以 他们不再无偿地和别人分享食物或其他物品 而是要别人支付一定的成本 这也就产生了早期的经济交易行为 物质财富增多 且从公有变成私有 这是经济交易的前提条件 但是 每个人的禀赋和勤奋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也就慢慢有了财富水平 职业和社会结构的分化 进而产生了不同的行业和阶层 上层人士可以充分享受富贵和闲暇 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中的一些杰出人士热衷于思考和创作 成为哲学家 科学家 艺术家 发明家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突出贡献 而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奴隶阶层 为上流阶层提供粮食和服务 像牛马一样被榨干体能 当然 更多的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平民阶层 他们分化出不同的职业 农民 木匠 铁匠 建筑师 商人等等 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工 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 也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而这一切都是在农业社会发生的故事 第三部分 我们看到 从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 人的工作时间大幅延长 这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阶层的分化和国家的兴起 那么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呢 工业革命爆发至今 不过短短两百多年 但是 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加速 人与工作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咱们可以通过三个关键词 欲望 效率 和价值 来串联起这两百多年来的历史 先说欲望 我们都知道 机器化大生产释放了巨大的产能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变革 同时也极大的刺激了人的欲望 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 人们的欲求比较低 而在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 尽管人们拥有的越来越多 但总是感到不满足 总是感到资源稀缺 因为你总会遇到一些比你更富有 掌握更多资源的人 作者说 这种稀缺性会 激发渴望 极度和欲望 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 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 对大多数人而言 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 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 当一个人只能睡马路的时候 他的梦想是想要有一间能容身的出租屋 等他能租的起房 他会想要买房 等他有了两居室 他又会想要别墅和海景房 我们常用一个词来形容现代社会 叫做物欲横流 这种欲望并不是天生的 而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一点点被激发的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 城市里开始出现炫耀性的消费行为 这种行为原本只局限于上流阶层 但中产阶层也想基身上流 而底层群体想变成中产 所以每个阶层都在模仿上一个阶层的风格和品味 除了这种对上流社会的跟风模仿以外 城市空间随处可见的广告 也极大的刺激了人的消费欲望 人们对时尚用品趋之若鹜 追求奢华 精致 稀有 而不再只是以实用为目的 毋庸置疑 欲望是人类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但是 如果我们完全被欲望所吞噬 会造成许多负面后果 书中引用了100年前著名社会学家 迪尔凯姆的一个概念 叫社会师范 他用这个词来形容 现代社会那种强烈的错位感 焦虑感和愤怒感 这类情绪会驱使人们做出反社会的行为 甚至在绝望中自杀 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自杀论 他发现 在法国 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经济增长 导致了更多的自杀事件和更大的社会压力 一些人失去了工作 没法在生活中找到目标感 最后就选择犯罪 自杀等反社会行为 今天 患有焦虑症 抑郁症 狂躁症等精神类疾病的人越来越多 一些国家的犯罪率和自杀率都居高不下 作者悲观地说 社会师范越来越像是现代社会的永恒状态 与欲望相伴而生的 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关键词 效率 人在无穷欲望的驱使下 会想尽一切办法追求效率 包括生产效率 经营效率 传播效率 沟通效率等等 我们强调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在效率至上理念的指导下 企业家 科学家 管理学家 和政府部门迸发出智慧 在管理体制 生产工具 生产方式上不断创新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更是在信息化 智能化 数据化 平台化等方面突飞猛进 但是 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并没有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长 书中提到 尽管自二战结束以来 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 提高了大约四至五倍 但世界各地 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长 仍然维持在40小时左右 更奇怪的是 在一些制造业企业 很多员工 竟然会主动要求加班 因为他们的收入 是跟工作时长挂钩的 在互联网大厂 996一度很普遍 年轻人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 自愿选择上班时间 更长的工作 这固然还是跟人的欲望有关 但是 我们也不要忽略一个重要的经济背景 那就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对效率的无限追求 加速了社会分化 在激烈的竞争之下 人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 来试图缩小差距 用加班来缓解日益严重的焦虑情绪 当然 欲望和效率并不是现代人 拼命工作的全部理由 我们还有第三个关键词 那就是价值 当物质极大丰富 不再需要为温饱 名利而发愁的时候 人为什么还要工作呢 答案就是 为了实现一种价值感 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 就在于人会追问价值和意义 人的认知水平越高 越会强调工作中的价值感 他们不愿意从事 机械无聊的重复性劳动 而是要做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现代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 都不再是直接解决人体所需的食物和能量问题 而是为了让人有更高的发展 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为他人 为社会 乃至为全人类创造价值 工作成绩被认可 可能要比多拿到一笔工资 更让他们感到愉悦和满足 重视价值感的人 没有把自己变成只会赚钱的工具人 而是保有自我的人格和精神世界 当然 工作还有另一种价值 那就是会给人带来陪伴感和结构感 啥意思呢 书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成千上万名买彩票中了大奖的人 或者从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意外财富的人 他们依然愿意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 这些工作通常并不算特别有趣 但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勤奋愉快的工作 因为工作可以让他们不至于太孤单 工作是一种陪伴和安顿 让他们的人生更有秩序和计划 不至于太凌乱 结语 说到这儿 你可能就能明白 开头所说的那些早已实现财务自由的人 为啥还要努力工作 他们可能是为了满足欲望 也可能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当然 更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总结一下 苏兹曼的这本工作的意义 带我们穿越了漫长的历史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 再到工业社会 人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 工作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演变 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成果 都变得越来越丰盛 但是 作者也带我们看到 人与工作关系中极其残酷的一面 人们因为工作压力而产生各种心理疾病 甚至造成过老死和自杀 在欲望的驱使下 社会两极分化 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痛苦 书中还提到自动化 智能化技术对人类工作的影响 比如 未来哪些职业更容易被自动化技术取代 陷于篇幅 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了 这是一本借助历史反思现代性的作品 作者的目的 不是要让我们回到原始社会 过一种绝对平等主义的生活 而是提醒我们重新反思工作的意义 对个人来说 需要更关注价值 而非欲望 对社会来说 要更关注财富分配 不平等的问题 永远不要颠倒目的和手段 把人物化成工具 感谢听到这个位置的朋友 本频道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